2022年,新加坡马来西亚国门终于恢复开放互通 一扫前两年疫情带来的低迷 经济提振,旅游复苏,全联利好拼传 3月18日,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宣布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几日起在大马正式生效 意味着马来西亚融入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享受全球贸易和投资生态系统 4月1日,时隔两年,新马路边境关口恢复通关 首个星期入境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旅客超过6万4千人次 5月18日,捷运公司CEO拿渡·莫哈莫扎里夫公布 新建中的新游地铁工程RTS已完成15% 预计2026年12月完工 并在2027年1月正式通车 RTS地铁完工后,通关可缩短至15分钟 达成三个五模式 即5分钟办理大马出境手续 5分钟完成新加坡入境手续 5分钟地铁可直达新加坡 6月19日,马来西亚铁道公司宣布 因疫情而暂停的新柔火车服务恢复 民众可伤亡订票 购买往返新加坡乌兰及柔佛州新山中央车站短程火车票 7月,随着新马边境开放近三个月 不少大马客工返回新山居住 促使新山地区房屋租金价格大涨 尤其关卡附近的单位最为抢手 而单肩户型更是供不应求 8月9日是新加坡国庆日 不少世神游客和大马客工 趁着假期月底游玩及返乡探亲 新柔长堤在线车水马龙景象及通关人潮 自国门在今年4月重新开放后 马来西亚接待了超过200万名国际旅客 旅游收入高达86亿令吉 10月,新加坡在最新出入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排名中表现亮眼 为亚洲排名最高的城市 成为亚洲第一金融中心 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新加坡地铁汤东县第三阶段 11月13日通车 第三阶段通车后 超过18万户居民 步行不到10分钟就能到汤东县地铁站 乘客的乘车时间估计可缩短大约40% 2026年新柔地铁建成 只需一站通关 6分钟便可直达新加坡 跨国地铁黄金价值圈即将兑现 福利公主湾距离新加坡仅1056米 650米直达新马第一关口 天然的趣味优势 立体的交通路网 丰富的产品业态 使项目开盘以来一路升值 项目分为R7开发 E7位于2017年10月25日进行交付 截至2023年1月5日 累计收楼3040户 项目全力打造 由室外到室内一应俱全的娱乐设施设备 天际泳池 健身房 红酒吧 桑拿房 现均已开放共17业主使用 楼下连接新马关口的CIQ连桥 于2018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 业主从公寓下楼到专属CIQ连桥 步行约5分钟便可直达新山关卡CIQ 福利广场于2019年3月盛大开业 由负责新加坡 乌捷路 IOMO的同一个设计团队 尽力打造 已入驻全马知名精品超市Jaya Grocer 英皇旗舰影院 全球千佳连锁健身房 Anytime finish等知名品牌 R7赛纳天地正在热销中 占地54.06亩 界面55万方 均为49或50层的超高层建筑 项目临街部分规划62套稀缺商铺 临海南面3至7层部分规划为 金庄小户型全海景公寓 进宫住家 眼见为时 让我们直击施工现场 见证项目R7大成出现 4月28日 项目R7赛纳天地整体封顶 让我们翘首以盼R7在2023年交付 6月10日 R7最后一条外甲拆除 至此R7的40条外甲已全部完成拆除 标志着外墙基层粒子涂刷完成 11月14日 R7园林乔木到达 第一颗乔木开始种植 目前已完成667颗乔木种植 11月18日 R7最后一批电梯设备到场 R746台电梯已完成26台安装 其中群楼6台 B2至B3栋20台 B3A栋8台电梯计划在2023年1月底完成安装 B1栋12台电梯计划在2023年4月30日完成安装 1月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上海广播电视台 微信三方联合发起 追光2022全球日出24小时 选取全球60个日出城市进行直播 马来西亚站选址福利公竹湾 由陈赛藩老师带领新山谷队 在新游城里旁连享24节令鼓 让中国是浪漫绽放在亚洲最南端 2月2022新山最大型高等教育展 在福利公竹湾举办 活动集结全马来西亚顶尖学府 超过30所院校负责人历领福利公竹湾 提供一站式咨询 3月Stella Place School正式入驻福利广场 Stella Place School是一所以英文环境为基础 并结合高科技互动学习的幼教学院 致力给予36岁孩童一个充满爱快乐安全和丰富的学习环境 4月项目协办四方谈新山论坛 陈腰 陈在帆老师 赫婉密老师 李雪亮和颜一任等文化名人 从不同角度来分享新山的故事 收获了新周日报等媒体的高度好评 6月 福利公主万助力 新山中华工会百年会庆 继24节令股34周年庆 举办世纪中华百股雷鸣大会演 百面大股于清水平台雷响 心如两岸长低 股声响彻云霄 7月 项目的滨海商业街 福利新天地迎来首家酒吧 Nuna Bistro正式开业 酒吧整体搭配工业水利风格调 现场更设有乐队表演 下班约上三五好友 在酒吧户外小酌两杯 欣赏对岸新加坡的美景 相当惬意 7月起 福利广场联合知名网红 精心策划柔佛最大型的 步行街Chill Day夜市 全场拥有超过80个摊位和餐车 一次性满足 吃喝玩了够 新加坡艺人王雷 及当地知名网红助阵演出 吸引业主及大批粉丝捧场 8月 福利广场的东南亚首间英皇影院 强势回归 重新开放 4K的激光投影机 投射粗色画质 高级音响系统 舒适皮革沙发座位 带来奢华享受 约亲朋气友 去感受极致的观影体验吧 9月 阔别两年 新马文化地标 苏丹后产里 Sofia歌剧院再次绽放 一系列跨界文化活动的举办 为歌剧院重启背书 11月 西都Safari Johobaru及 柔佛游艇俱乐部 也迎来盛大开幕 他们的加入 丰富了项目 海上缤纷乐园的游乐项目 11月底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逆临新山富利公主湾 柔佛竞速节 活动包含 海陆空休闲活动 如超跑 重型摩托 赛船 摩托艇 游艇与水上飞机等 寄望将富利公主湾 打造成为新的海上休闲景点 2023年1月 苏丹后 查理·索菲亚歌剧院 将迎来 2023年首场演出 《鼓动新山》 24节领古界 永远的经典 碎古 以及曾赴法国 进行巡演的 继一个时代 将在歌剧院 精彩亮相 新马第一关口 编纷生活大城 在新马特区核心CBD 畅享惬意的滨海生活 富利公主湾 总会给您带来惊喜 2023年 我们在富利公主湾 等您 本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